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也很可爱 好 现在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教程吧 我们先起针 这个项圈只需起微薄一半的尺寸 我们家小狗的微薄是60针 这个项圈我只需要起30个锁针 接着我们再来勾三针 我们再倒数第四针的位置 我们勾一个长针 接着我们再锁一针 控一针 在下一个针目我们勾长针 这一排的规律就是勾一针 控一针 然后编织一个长针 就按照这个规律勾下去 接着我们再勾两针 翻面 我们这一排要从锁针的第一针 开始路针 勾一个长针 接着 这一排全部勾的都是长针 一直到最后一针 好到最后一针 上一排锁针的位置 我们也必须得勾一个长针 接着我们也是勾两针 翻面 好我们再锁一针 控一针不勾 在下一针勾一个长针 这一排的规律也是勾一针 控一针 勾一个长针 一直到最后 我们每一排一定都要勾到上一排锁针的位置 接下来我们就以这样的规律勾下去 一排有控针 一排长针 一排控针 一直勾到适合自己宠物的尺寸为止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断线 长一下线 接着我们找出项圈中间的位置 录针 拿出白色的线 放在后面 锁一针 勾一个短针 接着我们空一针不勾 我们在下一针的针目里面 我们勾五个长针 同一个针目里面勾五个长针 好 接着我们再空一针不勾 在下一个针目我们勾一个短针 就形成一个花边 接着我们再空一针不勾 我们在下一个针目一样勾五个长针 接着我们空一针不勾 在下一针勾一个短针 我们这一行就是这样子循环勾下去 我们这一牌勾好之后 我们就长一下线 也用一样的勾法 勾最后一牌的花边 接着长线 接着我们拿出红色的线来编织袋子 我一共齐了150针 接着我们勾一针 我们勾一整排的短针 接着我们就把袋子穿进去项圈上面 穿好之后就是这样子的效果 接着我们用上次胶成的主母方格 编织一个正方形的圈帘 可以把它粘在项圈上 或者是缝在项圈上 之后我们拿出上次胶成的小老虎 把它粘在主母方格上面 接着我们来勾泡芙花 我们先环形起针 起十个短针 好之后我们把它拉紧 我们在第一针的位置 我们勾一个银针 好接着我们再锁三针 然后我们在同一个针目 我们勾三个未完成的长针 好接下来我们在下一个针目 好接下来我们在下一个针目 我们一样勾三个未完成的长针 believers 我们一样勾三我 你是一个针目的 我们一样勾四合 遳 earliest 理 好 sele 亦 你 recovery ored 好,拉一樣長 好,接著在勾針上面有七個線圈 我們一次性帶出 接下來我們勾三個鎖針 然後在下一個針目我們勾一個銀拔 就形成一個花瓣 接著我們再鎖三針 我們一樣在同一個針目勾三個未完成的長針 貼上去再下一個針目也是勾三個未完成的長針 一样在勾针上面有七个线圈的时候 我们一次性勾出 好之后再数三针 然后在下一个针目上面我们引绑 我们总共要编织五个花瓣 我们就按照这个规律把它勾完 好我们勾好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线拉出来准备断线 好我们可以再把它拉紧一点 然后整理一下花瓣 我们准备长线 拿出黄色的线 我们先勾三针三个锁针 接着我们在第一针的位置 我们勾四个未完成的长针 接着我们一次性脱出 再锁一针 我们就可以把线拉出来 准备断线 好我们把它拉紧 然后把中间的部分往上推 接着我们就把花杏的部分缝合到花的主体上面 我们在后面打一个结 不要拔太紧 接着就可以断线 接着我们拿出一张单字卡片 在中间的位置画一条线 我们来做留书的部分 接着我们拿出红色的线 对齐好之后 我们把它黏在卡片上面 固定一下 接着我们绕五圈 好接着我们断线 接着我们把红色的线 接着我们把它绑紧 然後打一個截 然後我們就把線拿起來 好我們稍微整理一下就可以拿剪刀把它剪開 拿出另外一條線把流書上面的位置綁緊 之後再修剪一樣長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把剛打結的地方鬆開 我們要用這兩條線縫合在花上面 之後我們把它拉平正一些 然後我們藏一下後面的線 之後我們把它拉平正一些 小花流書就已經做好了 我們需要做兩個 可以在後面黏上夾子 或者是直接縫合在項圈上面 好我們現在把小花流書夾在項圈上面 好我們的項圈已經完成了 是不是十分可愛 趕快幫你們家的小寶貝勾起來吧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